观众朋友,不少新移民来到新西兰以后 大多数会碰到工作学习甚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奥克兰地区移民资源中心 为了让新移民能够更好地适应在新西兰的生活 不仅能够为大家提供了各方面的信息 还定期举办讲座 奥克兰地区移民资源中心的工作范围 以及能为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呢 奥克兰地区移民中心的工作人员Sharon 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奥克兰移民资源中心的英文缩写 也叫ARMS 是哥哥的意思 我们这个中心呢 是为新来的移民提供资讯 帮助和服务的一个非营兵性的非政府机构 那么我们是政府资助的 我们叫ARMS 它就是希望为大家的在新西兰的安居立业 提供助一笔资历 我们这个奥克兰移民资源中心 已经成立十年了 那么在这个中心 我自己本人呢 是在这个南区工作 我们南区呢 是一个小的那个办公室 在我们的这个中区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大的办公室 在这个新来的移民可能 大家不大知道我们这个奥克兰移民资源中心 有的人比较知道 经常的来这里参加一些活动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新来的移民 有的人说新移民新移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叫新移民啊 那我没有这个PR 没有这个work visa 可以到这中心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见面 也可以呢 就是通过打电话 发email的方式呢 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会解答 那同时呢 因为大家有很多的需求 我们发现了这个找工作呀 给孩子找这个学校啊 询问关于这个税务的这个体系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办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大家一起在一起的一些一些一些那个活动 就像我们叫group activity 就是大家一起都办的一些活动 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有针对性的来请一些专家 来给大家做解释 我们经常办的活动呢 很多 如果你要是到我们中心来的话 或者是你跟我们在这登记了的话呢 我们会定期的 像你的那个email上 发出一些那个 关于我们讲座的一些内容啊 和消息 那这些讲座呢 最多的是找工作的讲座 我们在中区的办公室的地址呢 在532号 Mount Albert Road 我们的电话是6252440 6252440 是325262 是4254 6254 4255 6255 6255 7255